《矮人礦坑》這個經典的 Board Game 我想大家未玩過都有聽過 但是《矮人礦坑》中文名已經正式說名為《矮人掘金》 你又知不知? 還有《矮人掘金》原來有世界賽 香港有代表參賽而且還成功奪標 你又知不知? 《矮人金礦》世界賽是一六年首次舉辦 第一屆由香港獲得冠軍 而第二屆比賽亦由香港的Horworth獲得冠軍 去年即是2017年世界賽 香港都很成功地獲得第三 西班牙就獲得第一 日本獲得第二 其他每個國家都很厲害 他們可能在日本都會有一些 圓賽 到一些大型的城市賽 再到國家賽 他們可以打幾次 香港只有一個比賽 Horworth和阿蛋就是去年和今年贏了的香港代表 在去年的時候 其實我本身是 當時的比賽 去幫忙做幫助他們 怎知因為 其實在這個遊戲通常六個人玩 六個人玩 剛剛那天 就差了一個位 對 那麼 就差一個人 剛剛有人臨時就 剛剛決定 考核之下 有些朋友就叫我 下去等腳 不小心 就贏了 都很幸運 贏了之後 去研究遊戲 去玩 去打世界賽 Horworth最後 還拿了世界貴軍 靠的當然不是運氣 而是實力 香港的比賽裡面 會有個特別的位置 其實會多做一個人 他穿著紅色衣服的野人 他是一個什麼 我們會叫他做一個自私的野人 他要自己 起到最後的路 去拿到金的時候 他是一個獨贏的玩家 那個彎裡面 就只有他一個人贏 他就會拿到四塊金 其他人 壞人贏了 他們就會各自有三塊 如果好人贏了 誰起到最後的路 那個好人就會有三塊金 其餘那兩個都會有兩塊金 通常在世界賽 我們會打十二鋪 每三鋪 就會同樣的六個人一起玩 打四輪 每一輪有三鋪 通常打十二鋪 最高分的六個人就會入決賽 決賽又打三鋪 最高分的人就贏了 就是那年的世界冠軍 同分的時候 就會計算初賽的成績排名 這樣去做 所以初賽你越高明次 你在決賽裡面 都會有一個絕對的優勢 難得的機會 當然要請兩位香港代表 傳授一下 藝人掘金的心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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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牌是可以放得下去的 而這款的牌 在這個遊戲裡面 其實不是很多張 應該是五張 你可以數一下 現在出了幾張 可能你看到出了一張 兩張 三張 即裡面還有兩張 你自己拿了兩張 會發生什麼事 那就是 別人不會放到這裡 這裡已經是 不能再放的地方 別人就要搏其他路 所以在數牌的情況下 你也可以去做到這個方法 令到你自己遊戲的獲勝率會增加 阿蛋建議大家做壞藝人的話 就盡量不要消牌 出去玩比賽的人 一定會數著大家 大家下跌了幾張卡 去估計 因為其實大家都有 記牌的動作做了 出去玩比賽的 他們就會記住 你大概下跌了三至四張 因為 其實挖頭路的卡 在遊戲裡面 只有八至九張 如果你下跌了四張的話 其實可能性太多了 其實根本 你告訴你 你是壞人 沒有什麼分別 我們通常會建議 這些卡 我們會照出來 帶出一些無關同樣的 就告訴別人 我是好人 其實 我釋除了你的疑慮 究竟兩個高手教我們的招數 是否真的這樣 那就真的要大家玩個字